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家长在我前面 如果有,各位家长好 欢迎来到我们李兆基商业管理学院的online admission talk 我的名字叫陈兴泰,欢迎见到大家 我们第一个环节由我负责 我主要是讲一些关于我们商学院 学生的生活体验学习经历 我们有个名字的这个环节叫做Fundant Career 中文叫做非一般的相关学习体验 或者我们现在先看一段片 大家好,欢迎来到李兆基商业管理学院webinar的环节 我的名字叫Jimmy Chan,我是商学院的老师 我们这个环节叫做Fundant Career 非一般的相关学习体验 我在这个环节里面主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BNA School里面 同学的学习生活的 我知道很多同学 我经常都听到说现在AI,人工智能 甚至乎robot,机械人等等的出现和发展 很快我们就会没有工作 同学们,或者包括我在内 有时候都觉得很忘言 好像PPT那样一片模糊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 在现今的商业社会里面 包括很多的雇主 他们都会觉得说 其实除了同学们需要获得一些 非常之重要的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之外 其实专专专业技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商学院里面 学习的经历 非常之重视这个字 叫做Transformation 转变 那怎么转变呢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 我们将同学 除了硬的知识 硬的技巧 专业的方面之外 我们也都非常之着力去培养 你们的转技能 那转技能会包括些什么 比如说团队的协作 比如说团队的沟通 或者跟别人的沟通 还有就是说 创意啊 解答问题啊 解难啊 等等的技巧 所以我们非常之着重 不同的学习经验 体验 和不同的活动元素 好让大家在四年的学习生活里面 有一个非一般的学习的经历 从而获得Transformation 好 那我们现在进一步看看 这个新的学习体验是怎样的 我知道大部分同学 在过去 不论中学 小学里面 其实都习惯了考试 所以来到我们这里商学院以后 第一年的学科 我们叫做Integrated Curriculum 在里面我们就不设考试 反而是怎样呢 我们想将时间 好似刚才说的第一 培养大家的软技能 第二呢 我们准备大家去迎接未来 你们新的挑战 包括怎样建立你的事业 建立你的人生 那这个就是我们 一二零级Integrated Curriculum 的主要的设计 那让大家有一个 Extraordinary的 Learning Experience 那怎样的Extraordinary 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特点就是Integrated 综合 那什么叫综合呢 我们就将传统的学科界线 拿走了它 让同学可以全面地 认识到第一个企业里面 是怎样运作的 将不同范畴的商业知识 融会贯通 那我相信这方面呢 亦都是大家 对你们将来的发展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在企业里面工作 我们知道今天 往往呢 要跟不同的department 不同的部门的同事合作 那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知识呢 我们会做到一个 比较好的员工的 那另外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我们大学呢 为我们的课程呢 发展了一个mobile app 那叫做Milestone Tracker 那透过这个Milestone Tracker 的mobile app 同学可以24乘7 应该这么说了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都可以随时看到大家 学习的进度的 那这里有些相片 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就是刚刚过去 我们在暑假之前 和一班一年级的同学 去了沙田的科学院 那在里面呢 我们举行了三天的Hackify 那在三天很短促的时间里面呢 同学呢 要研究一个奇要的方案 也都要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 当天在科学院拍的一张团底照啊 挺有气势啊 因为大家的学习气氛相当相当之好的 另外在商学院里面呢 我们是有一个计划 叫做A-Team Program的计划 A-Team Program的计划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计划呢 就是给一些同学一二年级的 那在里面呢 我们就选择一些 表现比较好的同学呢 那他们就会变成A-Team的成员 A-Team里面呢 主要有三个环节呢 其中一个环节呢 就是Integrated Skills and Enhancement Activity 那这个环节里面呢 主要我们就是提供给同学 不同的培训啦 不同的工作方啦 让他们可以呢 增强他们在商业方面的技能 包括沟通能力啊 包括表达啦 包括领导技巧啊等等的 第二个环节呢 就是Community Service 那么我们呢 那我们呢 会鼓励同学呢 参与 热工服务啦 去多些认识社区啦 那么很多时候 他们也都会参加一些比赛 是关于建立社企的 那么说到比赛呢 这个也是第三个主要的环节 就是呢 Transcending Through Competitive Challenge 那么我们非常鼓励同学呢 是多些参与公开的比赛 透过参与公开的比赛呢 增强他们的自信啦 增强他们的创意啦 增强他们的沟通能力 那么A Team的选拔 我刚才说的啦 主要是一二年级啦 那么我们 如果他们GPA 达到3.3或者以上呢 那我们就会安排一些面试 那就是挑选不同的学生 参加这个A Team的 那么这幅相呢 就是刚刚过去9月份 我们的Inauguration Ceremony 那这一批呢 是我们新一届A Team的成员来的 那么那晚我们有一个晚会 那有一些文娱的表演之余 也都有一些嘉宾来 分享他们的经验 那这个呢 也都是刚刚回来的 他们去完那个Inauguration之后呢 就有一个Camp 那我知道去了 北潭冲的 那这一天呢 他们跑到城门河里面 学习 爬龙舟 我那天就没有去到 不过我相信 非常非常有趣的 在A Team里面呢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呢 就是Mentoring 我们每一位同学呢 都会搭配一位导师 但是这些导师呢 并不是我们商学院里面的导师 这些导师呢 那是来自商界里面 老板啊 管理层啊 专业人士啊 等等 那每一位同学 我们都会搭配一位Mentor 给他的 透过这种亦私亦有的关系 同学呢 不单止可以更加认识商界 另外呢 他们也都可以一步一步的 去计划 他们自己未来的发展 那大家看到这张slide呢 很有趣的 我们三位同学呢 穿着缅甸的传统服装 但是呢 他们不是去study tour的 study tour呢 我们一会儿 另外有个环节会介绍 他们呢 是被一个 他们的Mentor邀请了 去到缅甸呢 参观他的企业 这个企业呢 是一个成衣的制造工厂来的 那同一时间 他们也抽了时间 去缅甸一个大学里面 访问 和当地的学生交流 那刚才我提过 在A-Team里面呢 同学呢 很多时候都会参加比赛 那其实呢 不单是A-Team的同学 在商学院里面呢 其他的同学 我们都非常非常鼓励 就是他们参加公开的比赛 因为这样他们可以 磨练他们的信心 他们可以增加他们的 沟通能力呢 他们可以发挥他们的创意 那看一下几个例子 那这班同学四位 就在年初的时候呢 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 参加了这个 国际投资银行的比赛 那和35队 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队伍呢 一起去竞逐这个比赛的 那对他们来说 可以说是大开眼界 也都扩阔了他们国际的网络 或者认识了多些外地的同学 这四位同学呢 就参加了刚刚过去的 税务学会辩论比赛 那他们是获得冠军的 那当天我知道呢 其他院校呢 都在比赛名单里面 战况呢 非常激烈的 那这幅照呢 大家看到刚刚过去而已 2019年的9月份 那这位同学呢 是参加特许秘书公会 一个论文的比赛 那他的论文呢 获得冠军的 那他非常之高兴 那跟着我要介绍呢 Global Immersion Program 也是我们学院大学生会里面 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环节 顾名思义呢 我们就想透过这个GIP 令到同学呢 有一个全球化的认知 有一个全球化的敏感度 那有三个环节呢 第一个就是Intercultural Awareness 增强同学们对跨文化的认知 另外一个Study Tour 交流团 学习团 另外一个就是Global Executive Development 让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工作坊 培养他们行政方面的经验 行政方面的技巧 那这些照片呢 就是刚刚过去 我们有一个西班牙舞 Firminco的工作坊 那当天呢 同学们也参与了舞蹈 气氛非常之好的 那除了跨文化工作坊之外 一二年间的同学呢 也都有外语的学习的 那现在我们是有西班牙语 法语 韩语 日本语 那让同学们透过语言的学习 让他们可以认识多一些外地的文化 那讲到Study Tour 也都是GIP一个部分 我们三年级的同学 是每一位同学 他们都会参加Study Tour的 那我这里举几个例子 这个是Brisbane 夏天的时候 同学们去了布里斯班 去了University of Princeland 和当地的同学交流 我们也在那里上了两个星期的课 这个是去哈邦 德国的 中南部一个城市 我们就去了哈邦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那去那里也是上课 上了两个星期 那大家觉得很奇怪 我们明明说是夏天去 我们看到有落雪的 那他们就把握机会 登上当地的高山 在夏天里面欣赏雪景 那这个团呢 我的印象就比较深了 是我们去了法国的陶导枝 那我和一班同学 我刚刚过去暑假 去到陶导枝 参观了Airbus 空中巴士的工厂 那这张照片 就是当天我们拍的 我还要开机的 那同学很有心 将用描绘加回我上去 那除了参观之外 我们一班同学在陶导枝 也都去了Toulouse School of Management 和当地的同学 当地的老师 交流学习了两个星期 另外呢 我们同学也有study exchange的机会 那他们可以申请 去到外国的大学里面 读一个学期 甚至乎是两个学期 那在相片里面看到 我们看到这四位同学 就去了瑞士 现在正在交流中 过了这些学期 我知道他们就会回来的了 好 现在画面里面 大家会看到Dell Carnegie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才培训的机构 那我们和他有合作的 那他们提供给我们同学 一些领袖的训练 一些职场技巧的训练 让同学们可以好好地计划他们的将来 加强他们的实力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在学习生活里面就是internship 实习 大家看到有两个字 early engagement 因为我们学院非常重视 同学可以做一些 获得一些工作的经验 获得一些工作里面 实践的机会 让他们可以学有所用 那这些相片里面都是同学们 在实习的时候拍的 那我们看到了 会有很多不同的机构 譬如说公营机构 回计私楼 大的企业等等 好了 我的分享关于同学的学习经验 到这里差不多了 那好像我刚才说 经过四年非一般的学习经验之后 大家就会有一个转变 转变了 Hard skill 硬技能 硬技巧 Soft skill 软技能 软技巧 相抵抑将 好好地为你们的未来 作好准备 如果大家想知道 多些关于我们李兆基商业管理学院 请follow我们 又或者可以click入我们的网站 多些认识我们 拜拜 Hello 我回来了 希望大家喜欢刚刚刚那段影片 介绍了我们商学院里面 同学的学习生活 现在大家可以问问题 可以提一些问题 我可以在这里立即解答 我看到有个同学问了一条问题 他说我们商学院里面 那么多交流团 是不是可以自由地选择 那么 答案应该不是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不同的交流团 其实是搭配到不同的 program 比如我举个例子 刚刚过去的夏天 我们其中有一团 就是去了英国的University of East England 那么这个团参与的同学呢 他们是sports management的同学 那为什么会去到University of East England 因为这个学院里面呢 他们的体育是非常出名的 和在学院里面呢 在一个大学的campus上里面呢 是有一个很大的体育设施 那他们去到呢 就是在那边呢 上一些相关的课程 和一些和体育管理相关的老师去交流的 那我知道他们在交流团里面呢 还和当地的球会呢 有一个交流 有一个学习的 所以这些交流团呢 有他们就是一个搭配 配合不同的program的 另外又有看到一个提问 这个同学对参加公开比赛非常有兴趣 他问很想参加公开比赛 不过会不会有老师在背后作支援 那么我在这里告诉你是有的 那么我们每年很多不同的同学都参加公开比赛 那么我们由商学院的老师呢 在背后呢是有支援的 比如说我们会看一下同学 他们怎样准备啦 我们会看一下同学 他们做简报的时候表现是怎样的 那么我会给一些评语的 那么我往往都会参与这部分的比赛 那么我看见还有很多其他问题的 但是我想我这个环节呢 现在就要完了 那么我知道我现在打进来的这些问题呢 都可以处起来 那么我们往后可以透过电邮呢 回复回大家的 那么我现在先要休息一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交这个环节呢 很快呢 就是下一个环节了 叫做more than just a professional 那么我们另外一位同事 Jackie老师呢 会见大家 那么他会和大家呢 讲一些关于专业有关的program ok 那么我先和大家在这里说拜拜 先不要走开 一会儿就要回来的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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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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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记得说 听到的 是 声音ok 是 是 欢迎大家 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下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呢 就是会讲多些关于商学院一些专业的课程的 那么 事不宜迟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关于这个课程的一些简介先 再见 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商学院的入学讲座 今天的 topic 是非凡专业 就会介绍一下商学院的一些关于专业的课程 给大家认识一下 刚刚大家听完Jimmy老师的一些分享 了解到大学一些extraordinary的学习过程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你的未来人生有一个extraordinary的人生呢 我觉得是今时今日的商业社会 无论由以前到到现在 无论你在香港工作 还是在世界不同地方工作 总需要有一技旁身 让你可以在不同的工作崗位发挥所长 制造你的事业的巅峰 所谓一技专长一技旁身 是什么呢 就是专业资格 这个专业资格 就是你在商业社会上的一个武器 让你可以闯荡一番 闯荡一番事业 在你找工作的时候 你会见到求职广告里面 很多时候都需要应征者 有相对应的专业资格 虽然现在讲找工作好像早了一点 但是为了将来能够有一份令你满意 令你喜欢的工作 现在就要开始去计划一下 专业对于你来说是些什么呢 是不是什么师 密密师呢 如果你说这些什么师 例如好像会计师来说 这就是我们商业社会上所说的一些传统的专业 如果你告诉我,你想做一个会计师 那我们商学院的两个课程 一个BBA Honours in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和一个BBA Honours in Accounting and Taxation 就绝对帮到你 可能你会问,为什么我们会想做一个专业的会计师 其实成为一个会计师的话有很多好处 第一,可能你会有一个很可观的收入 第二,当你在世界不同地方工作的时候 你也有周游列国的机会 当你有了这个专业资格的时候 可以在商业社会里面不同的工作崗位 发挥你的潜力,创造一个巅峰 当你读完我们这个 Professional Accounting的学位之后 可以令你更快地得到这个专业资格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课程是得到香港会计师公会 特许供应会计师公会 澳洲会计师公会 和英国国际会计师公会 对专业考试的认证和考试的豁免 就是说,当你读了我们这个课程之后 一些基础的考试部分会被豁免 而你毕业之后只是需要考那个工会的专业考试部分 那么再加上相关的工作经验 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注册会计师了 而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我们除了会教授你基础或者一些进阶的会计知识 也都会教授你一些认识的技巧 和提供考试的支援和指导 尽快帮助你可以拿到这个会计师的专业资格 我们的这个课程 也都提供了很多实习的机会给同学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每一年里面 我们会计的同学会计师会出去不同的会计师楼工作 不同的大企业读工作 让他们可以更加早点明白会计这个行业是什么 更加容易帮助同学去规划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 如果你和Jackie说 单单一个技能旁身 即是只有一个会计师牌是不足够的话 那么会计还可以配搭什么 令到我们有两技旁身呢? 那我们的BBA Honours in Accounting and Taxation 这个课程就帮到你了 你只需要读一个大学学位 就可以有两个职业发展的机会 一个是注册会计师 另一边就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注册税务师 这个课程是可能会得到会计师工会 和香港税务学会的认证 当你毕业的时候 两个工会各自都有部分考试可能会被豁免 而你只需要考余下的考试 再加上工作经验的话 那你又可以做到一个注册会计师 又可以做到一个税务专家 将你的事业推到一个巅峰 随着各地政府不断对企业管治和合规 以打击欺诈的活动和洗黑钱这些财务犯罪行为 所以对企业一个发规的熟悉 和可以优化管治的人才这个需求 就非常之恩切 所以一个传统的专业最近又变回歇了 成为很多人最近很想得到的一个专业 这个专业就是特许秘书 听清楚是特许秘书 不是普通帮老板打理日程 负责文书工作的秘书 那什么是特许秘书呢? 其实特许秘书就是会就公司的企业管治 作出一些策略性的决策 帮助股东、董事局、管理层和不同的持份者 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 无论小型的有限公司 去到大型的上市公司 总之每一间公司都需要有一个特许秘书资格的人 去处理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公司文件 那我们这个课程是得到特许秘书工会的认证 当你毕业的时候 这个工会有部分的考试将会被豁免 而当你完成了没有豁免的一些专业考试 另外再加上一些工作经验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特许秘书的这个专业资格 但是不得不提另外一个最近的改变 就是当你完成了这个香港秘书工会的一些工会考试 存到经验之后 除了拿到特许秘书的这个专业资格 都会同时得到公司治理师这个资格 那什么是公司治理师呢? 公司治理师就会负责去风险管理 和合规这两个方面的把关工作 他们的工作是主要维护公司企业管治的最高标准 和一些道德行为的实践 修读完这个课程的毕业生 可以在大中华区 当然包括香港 是不受出劳的 很多大企业和专业服务的公司 都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而我们的毕业生 都可以在不同的大公司 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而我们这个课程 亦都会为同学提供实习的机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些同学去实习 和看到同学毕业之后 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刚刚说到风险管理 其实自金融风暴之后 每一间公司现在必须要有一个风险管理的人才 那么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有没有一些专业的资格可以得到的呢? 答案是有的 那么我们商学院里面有一个program 叫做BBA Ones in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就帮到你了 这个是一个严格的课程 亦都是全港唯一把财务和风险管理结合的一个课程 而这个课程是可以帮助到你去考取一些全球认可的专业资格 例如金融分析师CFA 和金融风险管理师FRM 有了风险管理这个专业资格 就可以让我们做到一些 例如初级分析师的一些工作 接着下来我想介绍另外一个新兴的行业 就是一个房地产行业 一直以来 房地产行业是影响全世界很多地方 是很多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 而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 亦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随着政府公布未来十年的房屋计划 政府亦都通过了一个物业管理的条例 透过发牌的制度去监管从业员的质素 未来 大部分从事房地产管理的人都需要有牌照 而领牌的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需要修读相关的学士学位课程 和拿到专业学会的专业资格 我们新开办的全港唯一结合房地产和设施管理的学士学位课程 真正符合了这个要求 亦都可以帮助同学成为一个持牌物业管理人 如果同学有兴趣投身房地产行业 这个课程就是一个很好的搭架石 最后我想介绍的一个专业就是物流业 针对着这个行业的发展 我们公开大学 推出了一个叫做 Market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的课程 让同学可以加入不同物流行业的工会 协助他们考不同专业机构的考试 令他们可以得到不同的专业资格 从而在这个供应链的管理当中 担当不同的工作岗位 另外这个课程提供了不同的课外学习的机会 例如有不同的参观 从而托阔同学对物流业的视野 我们亦有实习的机会 让同学去不同的大型机构进行实习 让他们尽早了解整个供应和物流行业的运作 今天我要介绍的一些关于专业知识专业范畴的课程 就是这么多 如果你想知道关于这些课程的更多的资讯 就留意我们的社交媒体 多谢大家 大家刚刚听完了我们商学院不同的一些专业课程 就是关于专业资格的课程的一些简介 现在这个时候 让我回答大家一点点关于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有几个问题出现 先回答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有同学问 我们这个关于 会计的课程 收身的大概分数是多少 其实这些分数 在网上已经有了 不过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其实我们 这个会计的收分 其实都属于一个高级的地方 大概我们现在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Accounting and Taxation 收分都平均大概在18分左右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努力点去报这个课程 看看 我们还有第二个提问 另外一个同学问 刚才看到我们关于会计的课程里面 有很多实习的机会 是不是必定要去的呢 这个实习的机会 其实实习的这件事 不是必定的 同学是可以选择的 其实最近这几年 我们这个会计的同学 出去大型的会计师楼 譬如四大会计师行 和一些国际的会计师楼 他们要求 很多同学 都有很多机会 给同学去参加的 最近那两年 都有200多位同学 每一年有200多位同学 是会出去外面去实习的 其实实习的话 通常来说 就会是每年的 一月份到五月份 这个我们叫做Spring的 internship 你会问 如果我们一月份到五月份 出去做实习的话 那会不会影响到学业的 同学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 这件事情 虽然你去实习 即是去实习之后 其实你之后 我们商学院会安排 在暑假的时候 補一些课程给你 所以你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去实习 但是也不会影响到你的 毕业时间 你可以如期毕业的 那你又会问 那我们其实实习有什么好 其实实习 当然第一 可以给你了解更加清楚 其实会计是一个什么行业 究竟你将来会做什么 对你自己的规划 将来工作的规划 会有更加好的帮助 另外我自己以前 我自己也是会计的 所以当你去做一个实习的时候 最能够帮到我自己的 可以帮到学业的 其实 因为当你做了这个实习的话 那你就可以了解到 原来这些理念 会计上的一些规则是什么 当你做完之后 再回到学校 其实当你读起一些理念的时候 那你就会更加事半功夫 学得比较舒服 也比较得心上手 所以当我们每一年 如果是有这些机会 给你们去报名 去参加这些实习的话 那就踊跃点去参加 试试这个机会 试试这个行业 那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有同学问 这个专业的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就是工会的认证 其实 我们现在 尤其是会计这个专业的课程 其实已经受到不同的会计师工会所认可 譬如 简单来说 我们用professional accounting 这个专业会计的课程来看 其实 当你读完这个课程之后 是否立刻有牌 其实不是的 这个情况 无论是任何一间大专业的课程 都是一样的 你读完这个专业的会计的课程 首先它会帮助你考试 以及豁免了工会的一部分考试 当你毕业之后 你只考了一些专业考试的部分 几张paper 然后再加上工作经验 这样才能得到牌 如果我们去到accounting and taxation 这个课程 刚才我说过 这个accounting and taxation 这个课程 是可以给你有两个 将来工作的一个选择 或者两个机会 尤其是这个accounting and taxation 已经得到税务学会的认可 可以得到一些税务学会考试的豁免 又是在税务学会方面 只要你考虑一些 剩下的未豁免的试卷 再加上工作经验 你可以做一个注册的税务师 由于我们有太多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时间 这么短的环节 未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 不要紧要的 你问了问题 我们会全部记录下 然后我们会一一回答大家 今天多谢大家收看这个环节 有机会或有问题的话 欢迎来我们商学院发问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给予订阅 总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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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為其一國學期實習 電訊營科大家都熟悉 可能是上網一個網絡媒體公司 又或者你看Now TV 而那一部份是B2C Business to Customers 即是對客戶 直接對客戶 而電訊營科企業方案 PCCW Solutions 就是他們對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繫 即是它的服務對象就是一些公司 比如可能是銀行 可能是P社的連鎖店 找它去透過一個合作的計劃 去幫它將一些新的概念帶出來 比如之前一個薄餅的連鎖店 找一個電訊營科企業方案 去幫它做一個手機程式 類似Pokemon Go 可以看到一個實時的景象 去玩一些遊戲 幫客戶儲分去換獎品 你看到裡面 其實就是正正要用了 剛才所說的一些不同的 比如商業管理的知識 或者是一個數碼營銷的概念 亦都對技術的應用 要有所認識 他們公司其實每年 是在請1000位的graduate trainee 即是畢業生的實習 那個實習生不是 internship 那就是一個full time 一個全職的就業 那除了是企業方案 當然數碼商業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想像到各行卻業都會有的 即是衣食住行 包括譬如銀行服務 現在大家用銀行服務 很多時候都要用網上銀行 即是也都有一些銀行 去將它實體的銀行 即是全部將一些櫃位 拆除了 變成做一個一部部的平台 一部部的電腦 給你去做自行的網上理財 或者網上的銀行服務 再有職員在從旁協助理 這樣 又或者有一個新興的行業 就叫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alyst 數碼轉型的分析師 透過一個技術的轉移 去幫公司提出一個方案 去怎樣將它的生意 由線下變成線上 做一個轉型 又或者Project Manager 可以將不同的項目去實踐 去管理整個項目 無論是衣食住行 各人抗業都會有的了 除了這個課程 一講到電子商貿 網絡的營銷 那大家很自然就會想到 Online Shopping 可能去淘寶 或者去其他的網站 都會有一個消費的經驗 這就帶出下一個課程 Global Market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其實都歷史悠久的了 這個學科在美國 其實是二、三十年前已經開始 但是為什麼香港現在更加蓬勃呢 因為其實我們就有這個數碼 和有新技術的配合 那現在很多東西都能夠變成網上 以前譬如你去買個手機 你會去電器店那裏買 那現在呢 很大機會你會上網看了一些評價 然後就直接在網上去買了 那所以整個供應鏈管理 就是說由供應商 到生產商 到分銷商 到零售 到你客戶的手上 那這一個整個的管理 包括一些庫存 一些的營銷 或者銷售的預測 那又或者 一些其他的計劃 策劃那樣 那整個的電子商貿的一個骨幹呢 就是我們這個叫做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供應鏈管理 那譬如剛才說到 那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會做一個網上的平台 去做一個消費的 那你網上消費完 他要送給你 要派送給你呢 其實就是裏面有一個物流的服務在背後的了 那以航空業為例 是的 去年2018年 香港的航空貨運呢 是說510萬噸 510萬噸 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來的 是全世界第一個國際機場 是處理過500萬噸的貨 就是我們香港了 那說的是有3萬7千億的港幣的貨量 那你可以想像到 這麼龐大的一個 銷售的數字的底下 如果你能夠將這個供應鏈 或者一個物流的成本 減省到3%、5% 那對整個公司的利益是非常大的 OK 所以供應鏈管理 在這個技術 或者數碼化的衝擊之下 那可以有更加多樣性 譬如你 剛才說到 可能在網上做了一個消費的 那你會發現 他會不斷去更新 提示你 傳給你的手機 告訴你那件貨 是出了關沒有 去到香港沒有 什麼時候會派送呢 那全部這些就是透過一個 技術的配套 令到顧客又更加多的資訊 那如果說說到供應鏈管理 除了說貨件 物品的流動之外 這個貨件物品的流動 就是由供應商 去到客戶群 就是由 upstream 上流 去到下流 downstream 那回頭 我們就從客戶的身上 去收集一些資訊 以至收集一些資金的流動 譬如你要向客戶收錢 是吧 就是他收了你的貨 但是他就要付錢 或者公司 與公司之間的一個資金流 這個就會 帶到另一個專業 這個就叫做fintech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intech 我想大家對這個term 未必陌生的了 這個term究竟講的是什麼呢 fintech 其實是我們日常生活中 最普及的應用 譬如百達通 剛剛提過的網上銀行 都是一個金融技術的應用來的 fintech 就是financial technology 如何將科技 令到整個financial service 金融服務 變得更有效率 更快捷 更創真 提供更多樣的選擇 給我們的客戶 除了剛才提到的流動支付 或者網上的消費 那這些也是B2C 就是商業對客戶之間的一個fintech 就是consumer fintech 我們稱之為 另外一個commercial 或者Business 的fintech 那部分呢 就是譬如一些財富管理 資產管理 風險管理 那這方面呢 香港其實的發展都很蓬勃的 因為大家 一直都耳熟能長 香港就是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 那譬如現在很多時候 譬如做一個 網上的transaction 就是網上的交易 哪怕是股票的交易 可能是一個買賣 你會看到都會有 不同的科技 或者技術在背後做一個平台 譬如最起碼 你網上交易 安全性是怎樣呢 網絡保安 或者是cryptocurrency 就是一個虛擬貨幣 可不可以用虛擬貨幣去比呢 這樣 以至到 再引申的就是一個 big data 就是我們可以收集 一個客戶 或者一個消費者的群組裡面 他的數據 做一個分析 從而做不同的配對 將不同的服務 推廣給他 在2019年 就是剛剛出台的 安永顧問公司 一個調查報告裡面 看到香港 其實是一個非常之高的 consumer adoption 有接近70% 是我們的消費者 是有用到 這些金融科技的 fintech的裡面 哪怕可能是 網上的付費 或者用 譬如Paybee 或者其他平台 去做一個消費 這個比其他發展的國家 譬如日本 美國的比例都要高的 比例高的話 其實有七成的消費者 其實已經有用金融的技術的了 變成那個比例越大 市場就越大 變成將來就業機會 也都可以很多樣化了 剛才說過了 可能是財富管理 資金管理 以至到一些交易平台 甚至乎現在新興的 有一些P2P的借貸平台 即是客戶與客戶之間 個人對個人的一個 借貸的配對 甚至乎 香港剛剛今年 政府就批了八個虛擬銀行的牌照 你可以想像 未來只會有更多的機會 以上講 都是比較商業化的一些課程 接下來就被人個人化了 個人化 比如運動和電子競技 電子競技 我想大家都熟過 eSports 一講到eSports 直接想到一個打機 Programmer 即是最近流行的什麼遊戲 你和你的朋友在玩哪些遊戲 你會看哪一個YouTuber 或者KOL 看他的打機平台 我們將這兩樣東西 擺在一起 即是運動和電子競技 集合在一起 因為兩者其實有共通之處 傳統的運動 足球、籃球、田徑運動 以至到新興的電子競技 電子運動 其實有很多相似之處 譬如都會有選手 選手都會有 背後有一個團隊去支援 包括他的教練 包括他的隊友 包括譬如一個節目的統籌 要統籌一些大型的運動項目 或者大型的電競比賽 其實是需要背後有一個項目的管理 即是Event Management 我們這個課程 就會包括Event Management 會教授一些 譬如Marketing 亦都會是 Communication 溝通的技巧 譬如選手與選手之間的溝通 他能不能夠做到一個 Team Work 或者Team Spirit 即是一個團體性在裡面 亦都會影響了他能夠增盛的機會 在香港這一方面 我們都發展得很快 當然這個只會不斷更加去膨脹 因為下一次奧運會 電子競技都是成為 其中一個競賽項目之一 在香港 譬如 在數碼港 數碼港 剛剛在今年7月 就落成一個Arena 即是天幕 全天後式 落了一個電子的屏幕 下來 就可以變成一個 電子競技場館 他就可以做到一個 實時的報道 他可以即時 可以好像足球 或者籃球 有一個旁述 可以為了競賽的隊伍 去做一個旁述 這樣 不過我和一些 電子競技的策劃者裡面 去做了一些交流 發現原來電子競技 和傳統運動競技 其中一個很大分別 譬如電子競技的比賽 可能說一次過有100個參賽選者 有100部攝錄機 攝錄機 同時有100個不同的畫面 因為每個人 打機的畫面 和旁邊的打機的畫面 是不同的 雖然可能他們是 編繫 或者在同一個遊戲裡面 但是他們看到的東西 是不同的 這個會和傳統的 運動項目的比賽 是很不同之處 所以我們會綜合 去給同學 從一個商業管理的角度 去看看怎樣去幫助 同學去為他們 電子競技的未來做準備 最後想介紹的就是 Hotel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是的 因為譬如現在大家 未必需要 全天候都在辦公室裡上班 很多時候會多了機會 work from home 或者有電腦 就可以在世界各地 不同的地方 工作上網 變成多了機會 我們可以plan自己的旅遊計劃 如果你要去旅行 你未必會再去旅行 加入一個旅行團 可能你會選擇的 就是自行上網買機票 酒店 以至於訂一些local tour 訂一個local tour 可能你會去KLOOK 或者其他網站 去做一個深度遊 這個就是 正正帶出一個新的idea 就是一個可持續旅遊 Sustainable Tourism 那什麼叫Sustainable Tourism 就是說 除了我們從經濟學的 或者從旅遊 比如說人造 消費的角度去考慮 我們會配合了一個環境 以至到整個社會的接受性 那是會對其他持份者 都會有一個平衡在 令整個行業 都能夠蓬勃起來 那裡面我們的課程 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CARE 這四個字分別代表 Connect 聯繫業界 Apply 實踐理論 Research 研究探討 以叫Enlect 著手執行 那是代表什麼呢 是我們同學去到第四年 最後一年的課程裡面 其實我們的導師 就會跟不同的機構裡面合作 我們邀請到 譬如 如宗宜文化館 太平清照 以至到長三會 都會給一些項目 我們的同學去參與 透過參與的課程 對文化 對旅遊 對保育 以至到對旅客 他的接受程度 或者旅客他所注重的事項 都會有更深的了解 去幫他以後再去投身旅遊業界 去做一個長遠的就業發展 提到可持續旅遊 我們香港人 或者我們來到香港的旅客 都很喜歡蛋撻的 蛋撻原來就是我們香港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 所以我們都透過我們大學的部門 寫了手機軟件等同學 戴著模擬的VR眼鏡 可以嘗試製造蛋撻的過程 以上很快就和大家分享了 五個課程 包括Digital Busines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Financial Technology eSports 以至到Hospitality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這五個課程 都是我們商學院近年新開的課程 讓我們同學可以對 未來的就業的趨勢 進一步的了解 亦都可以讓人先走一步 去達到我們的目標 那如果你對以上的課程 有興趣 或者想掌握更加多的資訊 那你可以留意我們的網站 還有如果有問題想問的 或者想和我們教授了解多些 那你可以發個電郵給我們 或者打電話給我們都可以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一步了 Thank you 好了 那我們馬上看看 有什麼題目到來 那當然是時間關係 那我只能夠答到一條 那就有同學問到 OK 剛才提到 金融科技不創新的課程 即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Invasion 有沒有實習機會給我們同學的呢 那其實我翻查了資料 那就是我們學院 其實已經和一些公司 協調了實習的 包括金管局 英科院和數碼港 聯合舉辦了一個 數碼港創科職業實習計劃 讓我們同學有機會去到金融科技公司 或者一些金融機構做實習的 其實不止這個課程 譬如剛才提到Digital Business 或者其他課程 譬如Saintwood Tourism等等 我們都會有實習的機會給我們同學 讓到 亦都配合到Jimmy老師那一節 我們有一個Early Engagement 去幫我們同學提高他的制約性 那時間關了 我們其他的提問 我們之後再回答大家 那不要客氣了 我們很快就有下一節 A Career of Fun and Nature 玩出事業來的 Thank you 多謝大家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节目 《A Career of Fun and Leisure 玩出事业来》 在我介绍和解答同学的问题前 我们先看一看一段影片 介绍下四个课程 《A Career of Fun and Leis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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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提供很多實習機會 給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學生有機會 組織電競團隊的籌備 統籌各個比賽的項目 以及做一些場館管理 以及推廣的工作 讓學生能夠早些 拿到實際的工作經驗 而我們的eSport課程 也是坊間第一次提供 eSport和Sport Management的 學士學位管理課程 因應市民對健康生活的追求 香港政府和很多私人机构都陆续推出很多不同的康体设施和体育活动 好像在2014年刚刚启用的香港单车馆公园 和预计在2022年将会落成的启德体育园区 都为这个行业制造了很多很多的就业机会 香港政府也很积极地举办很多康体赛事 和引入很多国际的大型体育项目 做走这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之蓬勃的 而我们得到很多本地机构和雇主的支持 提供很多实习的机会给我们的学生 好像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体育总会、私人游乐会 和很多的私人健身中心 为我们学生带来很多实习的机会 另外我们的课程也有一个以工作为本的专题研习 好像我们和洁志中球中心合作 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学义自用 实践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 而我们的课程设计和其他院校有点不同 除了运动刊落的知识之外 我们也会学到一般的商业管理范畴的知识和技能 就好像活动推广、人力资源管理等等 令到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之后 除了传统的运动行业之外 也可以投身相关的行政和管理工作 自2015年联合国推出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自此之后很多国家政府、地区政府、酒店和旅游组织 都以可持续发展为远景 大家都很積極地去研究和开发可持续旅游的产品和项目 看下怎样可以在文化保育、环境保护和经济收益之间得到平衡 好像旅法局推出的旧城中环 香港大城小区深水埗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他们都联络了本地很多的企业和组织去推出道想团 为本地的社区带来真正的匹益 而我们的课程设计是很特别的 我们会研究和探讨不同规模、类型、景区景点、城市旅游目的地 看下怎样可以执行、落实可持续发展 而我们也得到很多本地的机构和组织支持 好像香港迪士尼乐园和酒店会为我们的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 而我们有一个以工作为本的专题研习课程 是得到很多本地的保育机构支持 我们将学生学到的理论可以一起去整合 和做一些专题研习 帮忙将本地的文化做到传承和推广 重量联行、酒店及服务业集团 在2018年的研究里面指出 香港是亚洲最快速增长的酒店市场之一 这个行业的人才需求非常之恩切 无论是前台的服务 还是后勤的支援行政管理部门 我们都需要很多年轻人和新血的加入 而这个行业的特点是晋升机会非常之快 而且我们的就业不单止在香港 可以去其他地区和国际历史上 都可以有很多的发展 香港公开大学和香港酒店业主联会 推出了一个酒店业管理建杂生计划 即是MT Program 学生进来我们这里读书 他们在三年的暑假和大四年级的春季课程 完成九个月的实习之后 如果表现良好 毕业之后 酒店就会为大家提供一个初阶主管的职位 令到我们的学生可以早着先机 在毕业的时候就有份工等着你了 世界各地都需要创意生活产业的专才 如果你喜欢玩 又喜欢灵活多变的工作和事业 这四个课程当然有一个非常适合你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们的课程资料 可以看我们的YouTube 网上的资讯和联络我们的同事 我们都很乐意解答你的问题 Hello各位同学 我们看完四个课程的简介之后 是不是觉得创意生活产业真的很有前途呢 特别可能大家会留意到 因为电竞是一个很有趣的 打机和一个学士学位课程有什么关系呢 是我们之前接触过很多年轻人 和中学生都会有这个疑问的 好 因为要这么特别去介绍一下这个课程 我们也预备了一段短片 让大家一起看一看 更加深入认识这个产业 先让我们更深入认识这个产业 先让我们更深入认识这个产业 让他们拍资讯和联系 准备看完之后 我也能感受到 词远说 ened 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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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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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同學 各位家長 大家好 我是Jimmy 老師 我們第一節 Funding Career 見過面 我們現在又回來了 很高興又見到大家 這個環節我們有個名字 叫做 Be Your Boss or Boston 意思就是說到底做老闆好 還是打工好 在接下來這段短片裏面 我們會介紹五個不同的program 可以幫助大家 變成一個出色的員工 又或者變成一個非常成功的老闆 在短片裏面 我們還有另一位老師Catherine 現在大家先看短片 稍後我們見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商學院的Jimmy Chan老師 Hello 同學 大家好 我是商學院的Catherine老師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這個環節 叫做 Be Your Boss or Boston 中文叫做即場多面守 Catherine 為什麼我們會在這個環節裏面 其實我們之前都是在商界裏做過的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我們的經驗 分享一下給各位同學知道 其實我們這個program 可以怎樣幫助我們 Be Boss 和一個很好的Boss 一定是 好像我這樣 除了我打過工 以前我創過業 所以和Catherine 應該在這個環節就很搭檔 是不是 我們教書經常都有些同學跟我們說 到底做Boss好 還是打工好 你的看法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以我以前在打工時的經驗 就算你是做老闆也好 或者打工也好 其實打工方面 我都覺得需要很多一些 要有老闆的經驗和 mental 要懂得老闆怎樣想法 怎樣做生意 對的 譬如老闆會跟你說 搞定客人 你都會希望能夠增加到客人 拿多些生意回來 其實都好像和自己擁有這盤生意 好像沒什麼比較 那說起創業 創業其實今天都好像簡單了很多 譬如說做零售未必要開實體店 可以在網上從小做起 所以創業也有很多機會 是的 其實很簡單 就算在Facebook那裏開一個項目去賣東西 或者在淘寶那裏去賣一些小的手工藝 或者是一些衣服 其實現在都很流行 OK 所以回頭說 我們這個環節叫做Boss or Be Boss 即場多面手 所以其實以往就說到底做Boss好 還是打工好 今天可能這個界線就不是這麼清楚了 是不是 哪怕你做Boss 哪怕你打工 喂 其實背後都是很有這種創業的精神 是不是 或者各樣東西都很有魄力 那我們不如接下來介紹一下我們幾個program 跟做Boss有關係 跟做一個出色的員工也有關係 我們先說這個Global Market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有什麼特點的Catherine 是的 其實這個program 就因為現在新興e-commerce 是吧 很多你可以上網買東西 或者是譬如說你在Facebook那裏 可以去買一些小的產品 其實現在e-commerce這麼流行 那麼Supply Chain 其實跟e-commerce有很大的關係 嗯 OK 其實這個e-commerce 今天就無緣佛界 可以這麼說 一個商店在網上 它的產品可以來自四方八面 是吧 沒有戒閒的 是吧 沒錯 所以當你做這個e-commerce的時候 譬如說你要做一些物流 怎樣是將你的產品 傳給你的顧客 當我們下單之後 所以其實Supply Chain 是真的一樣很重要的一環 沒錯 哪怕是打工 是吧 其實在企業裡面 今天要管理的Supply Chain 也都很重要 是的 沒錯 怎樣可以將產品從不同的地方 運送過來 交到顧客手裡面 OK 另外一個我們要介紹的program 就是digital business 是一個honor degree 沒錯 其實digital business 就是剛才Jimmy也說過 我們現在想搞生意的 都未必要搞實體店 就可以在一個online的channel 把我們的貨品買出去 甚至如果你打算不搞生意的 譬如說在一些品牌那裡 做一個員工 現在很多的品牌 它都有自己的online store OK 所以就衍生到 我們有一個新的term 叫digital entrepreneur OK digital entrepreneur 講到這個term 我就想介紹我們其中兩位同學 他們很有創業精神 剛剛參加了一個叫做 Open Inno Challenge 他們兩個同學開發了一個app 叫做立刻開工 對 沒錯 就讓那些飲食界的員工 很容易就可以埋班 去到工作的地點 很厲害 很厲害 又有創業精神 又很實用 我知道他們贏了10萬元的創業獎金 是嗎 很厲害 其實現在搞app 都是一個非常 common的channel 去賣東西也好 或者跟你的customer 做一個溝通的程度 都是非常之好 那兩位同學很有創意 很有創意 另外 包括不提 我們這個digital business的program 就跟PCCW有一個合作的關係 是嗎 對嗎 這個關係主要就是讓我們同學 和職場 從行業裡面 多一些密切的聯繫 是啊 讓他們學了一些東西 就可以把這些理論變成一個實踐 就是 在一個很digital的environment裡面 怎樣可以實踐他們學了的一些 沒錯 不只是學 還要形容 學有所用 跟著我們介紹 另一個program 都是Honor degree Global Business and Marketing 你是專家了 你去講的 是啊 好 因為其實digital marketing 現在我們做任何的行業 就算是Marketing 我們什麼都digital 是的 我有些經驗 譬如說我在Amazon買過的東西 哇 它好像認識我一樣 是嗎 我買過一些 譬如什麼書 它就會推薦給我 是嗎 根據我的喜好 根據我以往購買的經驗 來推薦一些書給我 是啊 現在這些big data的應用 都很厲害 是的 包括譬如說 在Facebook那裡 你都可以做不同的 advertising的format 所以現在做digital marketing 也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行業 同學最認識的 Instagram 這些天天都會用 沒錯 另外我們這個program 有什麼特色 Karen 另外這個program 就剛才有說過 我們會讀一些 最新的digital marketing 方法 幫你如何將你的產品 銷售給你的客戶 除此之外 還有我們會提供很多的 一切 internship 或者part time的工作機會 令到同學可以將他們學到的理論 付出實際 好 還有我們都會 經常搞一些seminus 或者去一些公司參觀 讓同學可以了解一下 其實最新的一些科技的發展 是一些什麼 或者一些新的appetizing channel 是一些什麼 有什麼新的地方出現 你知道了 譬如現在好像Facebook那樣 他們的appetizing format 都日新而易成 所以除了讀書之外 最好可以聽一下 一些industry的speakers 他們分享一下 有什麼成功的案例 就變成他們可以知道一些最新的update 另外其實現在做一個marketing global business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方 因為其實你都 由於internet marketing 或者internet business的興起 你的客戶會是來自四方八 很確定的 沒錯 Jimmy 你之前也有分享過一個 global immersion program 對 其實我們都希望透過這個program 可以讓同學了解不同地方的人的文化 變成你跟他們溝通 或者做生意的時候 你會懂得怎樣去做國際生意 這個最重要 是吧 跟資料來密化 是吧 OK 跟著我們介紹另外一個program 都是honors degree 就是business management 在管理裡面 非常重要 沒錯 任何一個企業 成功之道 都是管理 管理就是基礎 就算你做老闆也好 或者你做打工也好 你都需要管理這個 管理最大的挑戰 Katherine 就是管理人 沒錯 所以這個program裡面 幾個特色就是軟技巧 soft skill 比如說business accruement 商業的敏感度 比如說有一個active listening 你要懂得聽 到底客人在說什麼 你要知道心底裡面想什麼 老闆也是 老闆說什麼 你要知道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就會透過很多不同的 學習的環節 活動的元素 讓我們的同學 他可以增強他這方面的軟技巧 比如說我們剛剛開學的時候 401的同學就去了科學院 他們就進行了三天的hackathon 是啊 那麼在裡面他們就有一個競賽的形式 鍛鍊軟技巧 包括創意 很精彩 也很緊張 其實現在創意 無論你是打工 或者是做老闆 都很重要 對 因為就算你打工 老闆經常都會叫你 想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是 現在我們要接一個新的客人 我們有什麼很有創意的方法 令到吸引他們 去幫助我們公司 競爭越來越大 經常都要一些新的想法 去吸引顧客 對 對 最後一個program 就是professional account 都是Honest degree 這個program 就說會計 會計 計數 重要 沒錯 無論你打工也好 又或者是你做老闆也好 即是 適體數 就是這件事 絕對走不走 要是有盤數 是不是 有適體 你都知道究竟是賺錢 還是虧錢 沒錯 你讀這個program 我講是professional accounting的同學 他們就會多些犯數 可以這麼說 對 完成了之後 當然他會做老闆 當然他會打工 還有一樣的 他會考慮做專業人士 沒錯 做會計師 幫他犯數 沒錯 所以 可以考慮的 不同的條件就比較多 沒錯 OK 我們今天的環節來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是的 是嗎 那麼 多謝同學 你們收看 如果想知道我們多些關於不同program的 請follow我們的Facebook Instagram 又可以click進去我們的網站 是的 又或者如果想重溫我們不同program的介紹 你也可以上我們的web site 是 我們有網上重溫 我們會有一個app的 對 那個app 我們請同學下載 對 然後在手機 在tablet上面 隨時都可以關注到我們 沒錯 看看我們有什麼旁轉最新的發布 最新的資料等等 是的 沒錯 我們的app就叫funlandcareer 是的 同學就記得下載 還有要繼續follow 到底這個app有什麼新的資訊 會分享給大家 OK 有問題當然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嗯 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哦 應該大家聽到我了 OK 我們看完那段短片 希望可以給到多些資料給大家 現在又是答案環節的時候 我想我們要掌握時間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商學院的Jimmy Chan老師 Hello 大家好 我們剛剛看到有位同學 他就問到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環節 剛才看到幾段不同的短片 就知道 譬如說會計 hospitality 有實習機會 他就問到 如果讀business management 有沒有 有的 因為我們其實實習的機會 方方面面 在很多不同的機構都有的 那我們有位同學 就剛去西九管理局 那裡實習 那是management方面的工作來的 那講到西九管理局 那大家就知道了 我們實習的機會不單在私人機構 也都會有在公營機構的 我又知道另外一些同學去了醫院管理局 所以其實實習的機會 方方面面 很多的 OK 那我們可能今天那個答問環節來到這裡 差不多 我說因為掌握時間 答完這條 他說那個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usiness management 和這個 global business and marketing 入學的分數是怎樣 這個我要看得到記錄 說得準確一點 那個分數呢 business management 就是16分 global business and marketing 賴是17分 那這個中位數 就是有上限 就是上上落落有些 那這個作為參考 16、17分左右 OK 那我要說不好意思了 答不了再多的問題 因為我還有一些資料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剛才講過 所有問題我們儲存下來的 我們會遲些回覆大家的 那現在大家在螢幕上 看到聯絡我們的方法 那我將以後的時間講一講 那今天所有呢 剛剛我們看過的短片 都可以網上重溫的 那我們放在哪裡呢 我們放在我們大學的網址 在註冊的位置 那所以大家如果想重溫 想在裡面再拿多些資料 呢 隨時可以的 可以再重溫的 那另外有一件事呢 就一定要講了 到下個星期呢 我們有一個Mobile App 是我們雙學院的 Fund and Career的Mobile App 那就請大家下載吧 那在Mobile App裡面呢 可以拿多一些我們學院的 不同program的資料 不僅如此 那個Mobile App不斷更新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跟隨著我們 拿到最新的消息 那據我所知的Mobile App裡面 還有一些game的 那可以大家 一路有些遊戲啊 一路玩啊 就可以拿多一些我們的資訊 那最後啦 當然如果大家有問題 又或者想多一些知道我們的消息 可以follow我們的IG Twitter 和Facebook的 那有問題 請大家發電郵給我們啦 或者打電話給我們 那我們會跟進和回答的 那今天我們所有的環節 應該來到這裏差不多啦 那我在這裏代表其他的老師啦 還有我啦 說一聲拜拜 我希望很快可以在大學 學院裏面見到大家 拜拜